好,大家好,那我们这一开始,今天的读书我们就开始进入RxJS的基本介绍 那我在介绍之前的话,其实今天有两个主题想要跟各位分享 一个叫做Promise,一个叫做Iterator 那Iterator部分我们晚点再发,基本上就介绍这两个东西 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使用过Promise 就是说或者是在开发过程中有用过Promise的 可以再来聊,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OK,所以应该这边没有人不知道Promise吧? 应该是没有了,OK,好 那马逊还是把Promise的MD文件看一下 看一下,那Promise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 如果说建立一个Promise的话,我们的做法会是这样子 直接是New一个Promise 然后它里面会接一个类似Colpay 一个类似Colpay function的东西 那Colpay function它会接出两个东西,一个叫Resolve,一个叫Reject Resolve就是当你里面的结果是正常 应该是说Promise你要正常汇传结果的时候是透过Resolve来处理 然后如果说是要发生错误的话就是用Reject OK,所以下面的语法例如说 像这边我们就可以用Resolve一个值,然后外面的点Lang就可以正常的接到 那如果说拒绝就是发生错误的话就用Reject的方式处理就可以 那Reject的部分可以用点Catch的部分来处理 能接受到 好 所以基本上Promise是这样子 那Promise有哪些东西可以使用 这里有个Promise.all 那Promise.all的做法就是 它里面可以接受一个正列的Promise 然后它会等这个正列里面说Promise 都有回传值的时候才会继续往下走 那接到的那个值也是会一个正列 然后依序 依着你那个Promise正列的顺序将值产生出来 好,例如说这里的3就是会从P1来 然后E337就是P2 当然Full就是P3的这个值 OK 所以这是Promise 好,那Promise.all 其实在RSS里面相等于就是一个FolkJoint 那它的用法是一样的 OK 那另外一个叫做 里面后面会有三个东西 我们来介绍是点Lang,点Catch,跟点Final 那点Final是最近才出来的东西 OK,那点Lang的部分我们先看点Lang 点Lang的时候是当它是正常情况下 它就会把值传出来 那这个是可以串接的 那这个是可以串接的 表示说你可以一直点Lang一直点下去 这里有个范例会是长的像是这样子 例如说以这里来讲的话第三行会点Lang 然后处理完了之后会继续往下点Lang一直点下去 OK,点Lang可以一直重复 好,那点Catch呢 Catch就是如果说里面的结果是reject的话 它就会跳到Catch这边来 所以Catch就可以处理 处理那个异常的部分 好 那Final呢 Final它这里的行为是 就是只要是点Lang或点Catch到最后的时候 都会进入到Final这个Mesa 那Final就是它 反正不管是正常的结束它都会进来 那这里的行为会跟RXS会有点不一样 RXS的Final只会在正常情况下进来 如果说发生错误的时候它是不会进去的 好,那再来是另外一个叫Race 那Race这个东西 它有点算是竞赛的意思 就是说我传进去的Promise 它只要第一个Promise挥传结果之后 后面的Promise它就直接忽略不关了 那所以它们就是两个看两个Promise 哪一个先把结果挥传回来 所以这是Race的意思 那Reject跟Result 我们刚刚提过它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是拒绝一个是 类似正常接受的状态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Promise的这个基本Math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常见的使用方式 OK 好,所以这边有几个 那我有一个Promise 我要怎么去执行它 基本上你只要点Lane它就被执行 应该是 应该是 那对,就 基本上你执行 它就自己会执行了 那也不用等它什么东西 那点Lane就是结后面的结果 所以它是立即执行的 一种方式 那因为它这边有圈 也表示说你的点Lane是可以穿结下去的 例如说 上面它 对 你说立即执行 你点上去一点 点上去一点 你说立即执行 应该是Do something完才会执行 Successful callback 这场就好会执行的了 对嘛 那个先执行 再执行Lane 对不对 对啊 OKOK好 就是它这种 它这里行为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 点Lane的部分是 你知道怎么讲 它是立刻执行的 这算Pipe Line吗 就Do something完 再执行Successful callback 可以这样想吗 可以啊 就是这边是接后面的 就是这边不是会回传一个结果吗 对对对 然后你的Successful callback 就会接到那个结果 对对 之后执行 对 所以我们来看 这些比较复杂 就是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else 跟Do Thursday 第三件事情 那它结果是一个一个传下来的 所以这个Result 会再变 第一行的Result 会变成第二行传进去的Result 那相对的 你后面这个New Result 就会变成Do Thursday 的New Result 所以它是 一层一层下去的 那换成Promise的方式 它会长得像是下面这一行的结果 所以它Result do something else 的时候 这个New Result 就是Do something else 回传的结果 它就跑到下一个Lane里面去 所以它结果是一个一个往下传的 然后到最后它才会结束 OK 那这边有个Catch的部分 然后这Catch就是等于你最后的这些Farrior Callback的行为 所以它从原本的这种一层一层进去的 然后变摊平 用点Lane的方式把它串接起来 那在阅读上面的话会比较简单 对 可以吗 所以 这应该是还好 因为这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在写Promise的时候 会很常这样子写 那在点Lane里面就是利用我们之前 用的那些像Array的操作的那些Maths做操作 不管是用Map或什么方式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那结果就一直往下 所以每一个Lane里面的都可以当作是一种 资料的塑形的行为 就看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说写在简洁点 用LFunction的部分 大概就会长这样子 那更 跟那个寄近一点的话 就直接Lane 然后就Do something 就不要刮户 直接把Catch function塞进去 OK 然后 好 看看有没有Final里的 Catch 5分 那这边当然你可以做Composition的行为 Composition就是用Array Reduce的方式去做串起来 所以你有一些Function Programming的方式还是可以做的 那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OK 看他有没有写Final里 等一下 我一个东西好像没有讲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Promise在后来的时候有多一个AwareSync的 的语法 有人有用过那个AwareSync吗 JavaScript的AwareSync 有人在自己的程式买用过吗 一样啦 那个基本上是一样东西 好 那你们知道说 如果使用AwareSync你要怎么去接错误讯息 有人知道吗 如果说Promise使用AwareSync的时候 例如说 我先假装好它是一个Promise 那我有一个Function 这样子 我await一个Promise 那假装说我要去怎么 因为这样子我没办法去解 应该通常结果是这样子的 去await一个Promise的结果 OK 所以TryCatch 如果说使用AwareSync的话 它的那个发生错误便会被禁印掉 所以你必须用TryCatch的方式把它结起来 就变这样子 OK 所以在这边又是有个TryCatch的部分 OK 所以 这边就会有L OK 所以这是如果说使用AwareSync的时候 要处理错误状况 就要变成是这样子处理 这就让你们知道一下 如果说使用它接错误讯息的方式 因为这一个行为 我们其实在RxS里面也会用得到 就是AwareSync的方式 这个东西是还用得到 所以就稍微留意一下 OK OK 然后Composition这样看过了 Timing 这应该没什么 然后Nesting的部分它是点Lang 这个也没有什么 反正大致上是 其实Promise的用法 如果说大家有熟悉的话 应该是都还好啦 那如果说在使用上面有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回来MDN这个地方看 既然提到Promise RxS里面转Promise的方式 基本上有几种 一个是使用 我们用OBS代表Observ Observ的部分有几种方式 一个叫做ToolPromise的方式 把它转成Promise RxS里面使用Promise要注意的方式 这个要扯到一个东西 我等一下再讲那个 因为那个需要跟 SetTimeout一起讲 因为Promise跟SetTimeout 在执行顺序上面还是有差异的 我等一下一起讲 因为那个是会扯到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Observable要转Promise的方式有几种 一个是用ToolPromise的Operator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是用 用这种方式去执行 Observable.Foreach的部分去做执行 那Foreach的部分它就会return 它就会变成一个Promise的 的新别 所以事实上你前面可以用Await去把它处理 当它这里完任结束之后 它会return一个Promise 当Complete的时候 它才会停 才会return一个Promise Voy行别的Promise回来 所以你可以等它没问题 那常用的情境是 我想要 我想要等一个资料回来 然后我要等它跑完之后才做后面的行为 那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写 在Constructor的部分用A sync 然后Await 等它跑完之后才会继续往下走 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Constructor没有跑完的时候 它后面的render行为是不会继续的 所以我有时候偷懒会这样子处理 但是这种行为 事实上是应该放在别的地方去做 不会放在这边做 但是是可以这样子写的 OK 我想一下要怎么讲 Loop里面的Promise 等一下你可以提一下 你所谓的Loop里面的Promise 是指哪件事情 例如说什么 回圈里面都要呼叫Promise 我们写一个就知道了 我来写一个 好 我重新分享稍等我一下 可以看吗 好 所以 我们要写一个Fall 好 然后你的问题是 看一下 你的问题 哦 OK 你要 一次一次等吗 还是说 还是等你Fall回圈里面所有的Promise都跑完 再一起回去 因为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 你这边有三个Promise 然后你要等它随步跑完 好 吃吃看吧 等一下 我用浏览器看会比较准 不然这样子看起来它就 看起来都跑完了 好 所以看起来它是停 停一秒好了 这个方形是你要问的问题吗 所以它停了一秒然后一直跑完吗 然后这个不是预期的结果 对吧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应该要怎么处理 有几种做法 一种是 你把 如果说我们要一次把 全部结果都跑完之后再继续往下走 就是我这边有五个 那我假设我要等这五个Promise都跑完的时候 才继续往下走 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它包成一个array 然后用Promise.all 对没有错 所以要怎么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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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就会全部跑过 好 好 好 你就要在里面做awaresync 就是看了我不确定这样应该是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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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瓜 好 试一下吧 好像坏掉了 薛妮绥有试过吗 沒有耶 promise.lang一截前面一個promise 我還沒有resolve 等一下我沒有resolve,難怪他不會往下跑 所以要resolve,所以他本質也是一種 lazy的方式就對了 因為我建一個new promise 他沒有resolve,他就沒有complete 所以這裡是算一種lazy evaluation 可以這樣講嗎 對 算,就是跟我們寫RX 我們要建一個create一個observable 我們不是要點next嗎 或點complete 那這邊點next基本上就是resolve 但是他resolve就是next加complete 這個是你要的嗎 就是這樣子 好,那如果你要依序的話 基本上就是透過lsyncAway的方式去拉停下來 那我們把lsyncAway拿掉試試看 然後他會變怎麼樣 然後他就直接跑了 可以嗎 所以我把之前syncAway的那個 讓你扣個小畫面 讓你扣個小畫面 不管順序的,他就是等所有東西都完成他才繼續往下走 好,那如果你真的要順序 就是你要嘛用串的 然後要嘛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處理 或者是另外一種方式 你就是全部組出來 然後放到array去處理 也是一種方式 對 可以我請問一下 這種不管是promise的lane也好 或是await的也好 其實他算都是那種 都是 都是那個 原來那種callback方式的一種 轉換啊,轉型啊 因為一種語法堂嘛對不對 對 而syncAway算是lane的語法堂 就是我們為了要把lane去掉 對 那是不是這樣就是 假如說 我在await那邊下一個中斷點的話 那是不是說 他那個 那怎麼這樣 他那個assync的東西 假如沒有回來的話 我一直停在那邊等他就對了 對啊,像我剛才那個結果 我忘記寫resolve有沒有 他就停在council裡 然後就不繼續往下走了 嗯 因為我await我等不到他回傳值啊 嗯 對不對 嗯 對啊 所以我剛才發現奇怪為什麼他沒有跑 他跑0之後就停了 他停的理由不是 真正停的 而是他一直在等待說 我第一個promise應該要return 不管是resolve或reject 他至少要給我一個結果嘛 可是我因為我沒有寫 嗯 所以他就壞了 而不是壞了 他就停在那邊 就hand在那邊了 所以後面的1234就沒有出來 所以當我要寫resolve的時候 他才會去正常是跑0 然後1秒之後再跑 然後跑1234 所以await就是他一定要等complete 他之後我繼續往下走 所以透過await的話 他就是可以把原本我們看到點lan的那個一整串有沒有 直接省 直接變成是一行 例如說我要接紙 例如說我要接 接這樣子的紙的時候 那我resolve就直接把i丟進去 對不對 然後 那我i丟進去的時候 我在for回圈的時候 我如果說想要 這樣子嘛對不對 然後我這裡再寫一個console.log.i 這樣子 所以想要 假如說我這邊沒有寫resolve的時候 他就會壞掉 他就會停在這邊 然後永遠看不到這行出來 所以這樣的結果跟剛剛那個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對一樣 沒有使用await sync 你就要點lan啊 點lan才有辦法依序 不然你看Promise 基本上是屬於非同步行為 那我們非同步行為 在Java screen非同步行為 他執行完之後他就忽略他了 他就一直往下走 所以我們才會有個點lan 要放callback的理由在那邊 就是等Promise 資料 有資料回來的時候 才去執行callback 所以他的執行順序是會 再回到你原本的執行點 所以你沒有用await sync 你必須要做到 你又要做到issue的話 你要額外去處理那個callback的行為 我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寫一個function 應該寫一個arrays training 你要執行的那些Promise 然後再點lancallback裡面 再一個一個把Promise 從array裡面去除去執行 會比較麻煩的 是可以做 但是會比較麻煩 我應該要需要至少兩個function 去兜出來那個效果 所以這樣可以嗎 Promise的部分 那你記得Promise它會轉成 它會變成非同步了 那另外一個東西 比較有意思的是 我等一下提到 我看到今天有沒有機會提到 提到那個其實schedule的裡面 有一些行為 就是Promise跟setTimeout的 執行順序的差異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好了 好所以Promise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Iterator 為什麼要看Iterator 原因是因為 這Observable裡面的Promise 就是這個模式的時候 在Iterator是 它的行為叫做 Iterator針對在多行為的時候 它是屬於Promise 這個到底要怎麼解釋 反正Iterator就是一個循環的意思 就是我可以決定什麼時候 把字送出去 那這個應該比較少人用 我可以問一下說 有誰有用過 自己寫過那個 自己寫過那個 這個什麼 Iterator部分 Generator跟Iterator 有人寫過嗎 我還要找個範例 Iterator長什麼樣子 Iterator長 比較簡單的 這個假如你有寫過那個C-sharp 就是EO return 就這個啦 這個 第十行到十二行 那基本上你看到這個就是自己寫的 那我們平常在用一定用的習慣 例如說for each array的for each 因為array它是 它是 它是 一個 這是怎麼唸 可 San這個字怎麼唸 可選 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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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反正 array它是一個可疊代的物件 那我們基本上有些行 有些東西它是可 這是 這是它是一個Iterator的類型 所以它就基本上我們在使用for each的map 它就是 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那我們如果說要手動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要怎麼辦 其實它其實不困難 在ES6的漁法裡面 我記得是ES6漁法 2015 ES6 它裡面有提供一個叫做米字鍵的符號 那米字鍵符號基本上它就是可以代表 去去撰寫generator 找一下它的 直接寫一個比較快 所以假如說我有一個 Function P 然後我裡面有一個array 然後我希望每去執行next的時候 我看一下 安排 這就是 你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一個 所以我刚刚这边写的一个东西 这是很简单的写法 就是Function后面加一个米字键 表示它是一个 我记得是Generator 然后搭配eo时候 它就可以每一次在外面执行 透过点Next的方式 它就会去执行 然后它就会eo从这边 每次都从这边去执行 它这个状态会保留下来 除非你再去执行 重新执行一个P 持续重新执行一个PFunction 不然它每次点RumP点Next 它都会从这边 会保留上一次的执行状况 然后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第一次按Next的时候 它就会把第一个Data里面的e取出来 当我在执行一次的时候 我会取到2出来 所以我可以手动决定 我要跑我要取多少次资料回来 这叫做你使用 Iterate就是使用这种迭代 迭代语就是Generator的语法 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手动控制 你要取资料的时间点 所以 好那我取到3的时候 我3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当我取第4次 因为我没有第4次 它回传的结果就会变成是Undefined 然后当这个的属性就变成True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因为这是最基本使用Generator的方式 然后透过Ear的方式完成 那Sam在聊天里面 他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 那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所以 所以这种行为 有没有像我们在写 RXS里面的那个点Next的行为 就像Subject Subject我们要送资料 我们不是会点Next 然后把资送出去吗 那这种行为就是属于 手动告知的行为 好所以这边又提到说 什么叫做Pull 什么叫Push Observable基本上它是属于这种 它这里 这解释 我会这样讲好了 Pull就是所谓推跟拉的行为 就是资料 发送资料的主动权在谁手上 这样讲会比较 比较那个 简单 如果说决定权在使用者手上的时候 它还属于什么 我记得它是 我记得它属于是Pull行为 它是拉的行为 因为我变成是 由我决定我什么时候要资料 那如果Push的话就是 别人就直接 它有资料 它就直接喂给你 它也不管你要不要 它就直接喂给你 所以Pull跟Push 基本上 用这个角度来讲 比较简单 那它上面这个标 我看好几次 搞不清楚 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Pull Observable Push 对啊 反正大家知道有这种东西 那我们再回来看 Observable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 它是一个处理非同步跟事件的一个Library 它透过一个Observable的模式来做 它是一个Observable的模式 所以你要不要解释一下Observable的模式 临时要讲哦 那怎么还不好讲 因为它我们 其实城市编程里面有好几种Pattern 有那张图吗 不是有一种 那个叫什么图 那个叫什么模式 它是属于观察者模式 还是 观察者 那基本上它是属于订阅的行为 那订阅行为在 如果说写过后段的时候 其实后段的订阅行为还蛮常见的 各种Pattern比较推荐的书哦 我给一下连结 等一下看一下我这个好了 因为我记得你以前有写过一篇 有啊 我要找一下 刚刚找到连结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想要强调它是一种 它算是 所谓的观察者模式 它的行为跟Promise 因为说Observer的行为跟Promise的行为 基本上它这两个是反的 基本上是反过 因为Promise我们刚才讲说 它只要一被执行 它就直接触发了 可是Observer它是属于一种 就是你不去碰它 你不去启动它 你不启动它 它就不会动 Cavin你点一下 我再连结一下 我先把定义 Observer的定义 我捡太快 上面一点 上面一点 Observer配合定义 当物件之间有一对多关系 所以我念一次 Observer Pattern 它的定义是 当物件之间有一对多的依赖关系 且当一个主题改变时 多个观察者也必须跟着改变 此时就适合使用Observer Pattern 意思是说 我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例如说像YouTube不是有个订阅的模式吗 所以当YouTube的频道开直播的时候 或者是它有新影片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通知所有订阅者说 我有事情发生 我有一个新影片上架了 或者是我现在在开直播了 它会把讯息发布给 有点是广播给所有它的订阅者 所以对订阅者来讲 基本上它就是 它属于是观察方吗 我简单来讲 假如没有这个模式的话 我们会怎么写程式 就是我们是不是要 以YouTube 例如说我要观察一个YouTube 我是不是要 一直要写一个for loop 一直在问说 你YouTube到底有没有新的东西 对那你是一直要写一个for回圈 去把他毒死一样这样子 可是你用观察者模式就不一样了 你就是我跟YouTube订阅 然后你有新的主题 你就跟我讲 这样就好 我是就不用写一个for回圈 一直在那边看你有没有写 然后就聘你说你有没有东西 对对对对 就反过来就可以反过来这样 如果再给你订阅 你有就跟我讲这样子 那我就不用写一个for回圈 一直是摇死你这样子 对 就是主动权在谁手上啦 一个是你要使用者 或者是订阅者一直跟你要 对 对 不学差别是对 就是你写一个for回圈 你就去就去那个去pooling 他就把他咬死这样子 嗯 这种就是比较不好的 你等于是你会花一个CPU时间 你都要去一直在 应该说主动权在谁手上啦 一个是有 反过来就是你YouTube有讯息就push给我 对我就不用每次我还要按F5 看你有没有更新 对对 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网站他会问你说 是我们有通知讯息你要允许还是封闭吗 F5是封锁 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我每次 因为说我怎么知道你的网站内容有更新 是要由我去每次按F5去跟你问说 你有没有更新 你有没有更新 还是有有内容的产生者说我有更新了 我通知你 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执行 应该说在执行的频率上面就是会很大的差异 他们跟Wave Socket 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太一样 应该不太一样 底层的运作逻辑也不一样 我觉得我现在是想要试着用生活中的例子 然后让你了解什么是观察者模式 对那那其实有很多行为都会观察者模式出现 像我们手机不是常常收到一些讯息 比如说像email的通知说你有新的邮件 对不对 然后现在其实通知 这种观察者模式我们现在用的很多 或者使用的几率很高 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服务 可是我们不会每次都一直开服务说 我有没有新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的服务是不是可以帮我 他可以做一个通知的行为说 你有新的内容 你有新的邮件或什么的 我就直接通知 对 没有错 你不用整天打电话去问说 你东西寄到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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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电话等于你是polling他一样 你就很麻烦 订阅你有了就跟我讲 这样就好了 对啊 所以这种行为就是属于observer pattern 就是所谓的观察者模式 那就大概知道 所以观察者模式就是 我的讯息来源可以一个 然后我的观察者可以很多个 但是观察者不会一直跟我抢 假如说我资源有限 我不会说因为我太多观察者爆掉 因为观察者就属于被动行为 但是由我主动 内容产生者主动发资料给那些观察者 如果说 我如果说不是反过来的话 我有10个观察者 这10个观察者 每一秒都给我request了一次的话 我一秒就会10个request 那很快他就爆掉了 对啊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刚才 调研室里面很多 举的生活例子 就是说 Facebook和水中某人 比较像事件浏览器会成人 对没有错 可以这样讲 我们不会去watch 我们不会是长时间去监控 那个使用者的行为 是不是有按按钮 我不会说你会被按 你有没有被按 你有没有被按 不会 可是让使用者按一下按钮的时候 他才会通知我说 他有谁按的按钮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是这种模式 那他另外一个好处 上是可以把一些非同步的行为 跟同步行为全部整合在一起 所以像我们刚才 在示范的这个部分 看那个在哪里 还记得这个吗 这种行为在 这种叫非同步行为 非同步行为在RX里面 基本上有appulator去做 串接 所以 原本要写很复杂的行为 就变得非常简单 然后你在阅读上面 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在 我所执行的顺序会跳来跳去 他基本上就会顺着你写的那个 步骤一步一步的执行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RX另外一个会比较好的机关 就是他处理非同步 跟同步行为 他是可以把全部弄成一样 他可以把整的一样 所以 到这边OK吗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一个是说 RX里面它是属于 它是 一个观察者模式 它又说它结合观察者模式 跟Iterator Pattern 这两种都有 然后加上一些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操作方式 这个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写法 我们之后在讲Operator的时候会提到 当然是不管怎样 他主要精神还是以观察者的方式来做处理 好不好 然后他主要比较强项是处理非同步跟同步行为 所以我们看第一条他是 composing 非同步跟event-based的部分 那event-based跟这两个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他会试所有的东西都是 一个序列 那就是你可以把序列当作是一个array 基本上是一个array 所以我们才在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去 去复习JavaScript的array 到底有哪些操作模式 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像RXS里面的所有行为 你就在视为 再操作一个array Kevin问你 所以RX这种 又有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RX可不可以说是 所谓的Functional Reactive Programming 它可以算是 对没有错 因为它已经 因为Reactive就开始有这种 怎么讲 这个什么叫做 Streaming 这种 这种观念的 在Observology就有这种Stream的观念出来 没有错 OK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在YouTube上面看一些conference的分享 你会常常听到一个叫做响应是编程 是Reactive Programming 然后他们都用RX来写 原因就这 因为RX基本上你就可以 写成像Reactive Programming的 用Reactive Programming的方式去撰写 那等同于Angle里面的Reactive Form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之后再来介绍什么叫做 Reactive Programming 或者是 其实今年年底conference 就我们有请一位 国外比较知名的 讲者来分享这一段 内容 所以Reactive Programming基本上 在某些 应该说在 如果说你的情境是比较复杂的 或者是你想要让你的程式码变比较干净的时候 Reactive Programming是一个选择 还不错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个东西 所以RX里面还有哪些元素 我们常见的Observal 这是主体 然后Observer 然后Subscription Operator Subject 跟Schedule 然后我们这一季主要的重点会放在 Operator 跟Subject的应用 Observer不管 Observer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主体 然后它会一直传下去 Observer它只有三件事情 Next Error 跟Complete 那就只负责这三件事情而已 那Subscription它是属于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订阅的单子 你可以取消订阅 所以就透过那个单子去做取消 取消那个Observer的订阅 Operator 这个是大宗 最多人会卡的问题 也是Operator的应用 所以Operator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 然后配合一些 我们在实物上面会去什么使用它的情境 然后大家去了解一下 目前RXS 这是六版的吧 Operator的数量大概是120左右 上下 大概120几个 那基本上 我的建议是不需要一次全部都会 大概就是慢慢学 遇到实在慢慢学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叫做Subject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写到后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运用到Subject 那Schedule呢 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形 不然基本上是不会碰到它 那我想要问的是 你们在这一季 想要针对哪一个部分去 去做分享 然后希望以怎样方式 单独讲Operator怎么用 我觉得还蛮无趣的 还是你们有人想要把程式码 就是把一段的RX的程式码拿出来 然后做 让我们做Coreview跟重控的行为 嗯 那个要其实 哦 嗯 你有既有程式码吗 那你可以把使用情境列出来也可以 哦 这样子好了 等一下 我直接写了 等一下 我先建一个空的专案 不用了 直接这边做就好 这边有的GEO的API 这大小字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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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藏不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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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使用RXS跟使用Promise有什麼差異 簡單來說 假如說我如果使用Promise的話我什麼時候會接到資料 好 好我這裡什麼時候接到如果說我這是Promise的時候我什麼時候會接到資料 是這時候就就去執行了嗎 那時候我們就執行點了哈如果說是Promise的話我是什麼時候會去執行 是我去點CallAPI的時候它就執行了吧 所以它不管你後面有沒有點LEN它就反正你Call了它就執行 那如果說是Observal呢 Observal它就變成是你必須要點Subscribe 我這邊才收到資料 對吧 所以既然是這樣子執行 所以我不需要執行它 我是不是可以在中間做很多不同的應用 利用Pipe的部分把它串起來 假設 我想要從 這裡面將Item取出來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取 那我先寫一個Promise 然後Promise做法就是Call 這時候 它改位置了嗎 改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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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了解 那是observ裡面的一環 OK,所以這裡有嘛 對不對,那我們先用call promise的方式去做處理 所以當我去執行它的時候 那我這邊事實上我就可以收到資料 我沒有return 對吧 所以我處理資料的結果是什麼 是點rem完之後我才去做應用 所以,假設 我想要取出item的時候 我要item.data.items items 然後這邊才可以取出items 對吧 好,如果說我是用 用observ的方式呢 這兩種差異 對嗎 我講一下我的理解 Kevin,你聽看看 你看喔,你用那個 你假如說你是用promise的寫法 你會發現一件事 你看你lan裡面後面的東西 包括你後面那個let跟console log那邊 你其實你還是走回去到imperative的寫法 可是你用 你假如你用RX寫的話就不是 你看你後面pipe之後 裡面每個都是單獨一個function 也就是說你到時候 怎麼講 你用 你用RX寫法的話就是可以 真的是完全用那個functional的 的管理去寫 但是你配合這 你用 你用那個 你用promise的話 你可能還會夾雜到imperative的寫法在裡面 其實這裡 這裡是一個 因為如果說點lan 基本上很常見的做法是 我會這邊去建一個list item 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就是list.items 常會這樣子 可是你這樣不是就那個嗎 你這種寫法不就沒有pure了嗎 你直接call到外面去 對啊 對啊 就不pure了 是啊 我拿到52 可是我意思是說當你遇到點lan的時候有沒有 基本上這也沒有所謂 因為你沒有所謂的return的值啊 對沒有return值這很關鍵的齁 你沒有return值啊 所以你一定要在裡面 因為沒有return值 所以你一定要用外部的方式來做 你一定要用外部的方式來做 你一定是會去操作外部的方式啊 用在effect的方式來寫 OK OK 所以你有發現一件事 其實就是其實如果以功能寫出來 其實你用RX或是用Promic都寫得出來 可是你用RX寫你會更functional的那種味道會出來 因為它會return資料下來你可以去串下去嘛 就那個functional program 那種Data flow那種方式 這裡其實也可以啦 這邊也可以繼續串啊 可是你資料都要用side effect的方式去那個 你最終還是得面對side effect這件事情 對 所以老實講 你用Promic寫就沒有這麼functional 沒有這麼functional 是可以寫啦 就是點一堆.lan這樣子而已 不是點lan就算了 你的資料還要放在外面 對 還要放在外面 這就不好了 你要怎麼寫啊 就這樣子啊 嗯 這樣子的話 沒有它變成是一個absorble啦 就是點subscribe到這個結 應該說OK 我應該再這樣講好了 事實上我這個行為應該要放在這邊 你所謂的比較pure是用什麼比較pure 就pure function啦 如果要pure function你會變成是這樣子啊 你要變成是var data這個有沒有 然後完了之後 然後完了之後 list.items.data.items 你要變成是這樣子寫啊 打到的位置 可是喔這樣寫就沒有pure nice 沒有RX漂亮了齁 很難啦我覺得 所以它還是有優勢啦 也不是說不行啦 因為你事實上你點lan完之後有沒有 你這邊一樣是可以放一樣的東西啊 例如說我另外再建一個方法是 pure items 然後它會接一個data 然後returnedata.items ok ok 了解 這樣算有pure 不夠了 對 4 0 3 4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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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另外一個來用 呼叫太多次他不讓我存 我用這個好了 然後要取出title 他還是點內,所以我這邊還是得要 麻煩 另外有沒有發現 他有一個優勢就是 他可以同步資料跟非同步資料一起處理 Kevin這樣對嗎 對,他可以穿在一起 對,我覺得這也是你說你用Promap做不到的 他可以兩個同步跟非同步資料一起處理 一起處理 這點是Promap做不到的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array 所以我這邊要做Map的行為 所以這兩個事實上你看他的做法寫起來 在執行端是沒有差 那個有人問控制流程 控制流程就要用Pipe來做 一定是都是Pipe Functional的做法都是用Pipe來控制流程 那基本上你看寫法都一樣 有沒有 點Map 可是你這邊點Lang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自己去寫一堆 你就必須自己去操作資料 好 如果說你要穿其他Promise的話 就變得比較麻煩 一樣啊 例如說這樣子嘛 那我就多一個TAB就好了 什麼東西 如果說有D的時候 那我就是 TAB的意思是什麼 跟以前的Do一樣 那Do是什麼 就是他會去執行 但是他不會去影響你既有的資料流程 它不會影響到你原本的資料啦 OK 可以做事情 就是你在那邊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這個基本上做法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可以把東西寫在這裡面 寫在這裡面來 如果說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可以再把它抽出去 所謂的抽區區是例如說 假如說我也要寫一個Function 就是HandleLoginAction 然後我就要return一個Observal 比如說像這樣子 然後我把這個行為放到這邊來 那我這邊就會變成是 List.HandleAction OK 成功轉透 因為失敗就有Aral OK 就變這樣子 然後如果說失敗的話就是Aral Aral 也就是說Tab專門做一些不影響資料流的事情 是不是 還沒有錯 喔 串一些不影響資料流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事實上你做的事情是可以拆開的 但是你真正使用端的話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沒有立即執行的問題 所以表示說我這個 事實上那代表什麼意思 我沒有立即執行的問題是 我這一段是不是可以跟其他人再繼續穿下去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跟 例如說 我有一個叫做 reload subject 一樣啊 這就是reload programming的用意啊 你的行為是可以被compose起來的 你跳離開之後 你是不是按yes no 我可以去觸發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需要全部綁在一起 你的行為是可以被拆開來的 沒有人規定說你一定要寫一整條 你的功能一定是一路寫到底 沒有啊 你應該把你的行為拆成不同段 然後你有設關卡 你有設判斷關卡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設 從判斷關卡那邊再根據 選擇的結果再去執行 看要執行誰 對 例如說我現在寫這裡 我要寫一個叫reload function reload data function reload data function reload data function做什麼事情 它是一個按鈕 然後我做next 對 我當我按下去 按那個重整按鈕 例如說我有個重整按鈕 例如這樣子 對 對 那我按一下它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重新去呼叫資料 我應該要寫一個 我應該要寫一個 console 這個你來看一下 我這裡寫的 用RX的這個 串法 我再看一下 所以我可以將我的功能 我是用RXS部分把它封裝 對 把它封起來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行為整個串起來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積木的部分 我會把它全部用這樣的方式把它結起來 所以這個技巧這樣讓我們寫reload function的時候就很常用到 或者是像另外一種很常用到的情境 好 是 這個我們不是會很常用到嗎 可是我們不想要讓它一直在裡面寫一堆功能 對 我們不想要把所有的東西全部寫在這裡面 例如說我不想要在裡面去呼叫API 例如說HTEP.KID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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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很常見啦 這種寫法 你應該在不熟RXS之前說 會很常寫出這種東西 可是事實上這個東西可以怎麼寫 我可以利用Pipe的方式把它串起來 例如說... 然後MergeMap 然後我這邊就會取到ID的嘛 然後我這邊就是可以List.http.get 然後... 然後這邊取到的東西是什麼 這邊就是Data 所以... 像17行到第23行這種寫法跟我們一開始寫的... 剛剛上面那個原本的寫法 是不是就在閱讀性就有差異了 而且你不會看到一堆的點Subscribe 嗯哼哼哼哼哼 而且這種行為是當你的... 你的網址上面的那個... 那叫什麼... Parameter改變的時候它就自己會出法 你也不用去改它 不用管它 好這個行為就跟我下面寫這個reload行為是一樣的 而且這種寫法就有Function那種... workflow讓我味道出來了 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那種方式 對啊 所以Parameter不是說不行啦 只是說你要做到像我們剛剛這種比較羽翼化的做法的話 你就變成是取到資料才做後面的行為 對 所以像我們如果說在操作array的時候 就這樣的行為會比較沒有效率一點 那rx.js裡面的操作array它的做法又不太一樣 這個我們下次再講好了 因為這個會牽扯到另外一個東西 這好像牽扯到FunctionProgram裡面有一個東西 就是array的操作部分 所以這個我們下次再講 對 這樣OK嗎?今天這樣子 所以我也建議大家要學rx的時候 其實可以多看看Functional programming 因為這個東西又是基於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理念 那邊實作出來的東西 它所有的觀念都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那邊的觀念 喔 不是喔 你只要是array都可以喔 我一直重點是操作 你要把它想成是array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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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真的沒有跟呼叫幾次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差欸 這邊用SwitchMap可以用MergeMap也可以 SwitchMap的效能會比較差一點 那如果說因為這個在路由這邊使用SwitchMap是比較好 沒有錯 其實Map有很多種 那SwitchMap在這邊使用SwitchMap也是比較恰當一點 但是不是所有的情況都要使用SwitchMap 但是不是所有的情況都要使用SwitchMap 因為它有效能上的問題 所以我預設基本上是使用MergeMap的 或者是還有很多 反正我們之後再談Upload的時候 我們再去講這一塊 Scan也是一個 沒有錯 很多operator都有它 你慢慢的會發現說 你在學習 在寫的過程中 你的RX會越寫越好 的原因是 如果說你要一直思考 那我這種情境是有什麼operator 可以幫我 幫我簡化那些寫的過程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慢慢學啦 那如果說真的要學比較快 就是把你的神聖馬出來 然後做Coreview 重構一次給你看 你就會有感覺 喔對啊 過程 都在講過程 應該說你處理過程的 的手法了 因為Promise 你很難 很難 你很難去做到這件事情 處理的時間點比較晚 我先把錄影停掉好了 所以大致上今天就是 講Promise跟Iterator OK OK 好 那麼 感谢观看